先登陆到小程序的管理后台 查看一下小程序的信息 打开开发设置 在开发者ID这里 我们可以找到小程序的这个ID号 就是这个appID 复制一下 把它作为get微信 赛证方法里面的这个appID的值 再回过来 我们可以去生成一个小程序的密钥 就是那个appsecret 点一下生成 用小程序的管理员身份 去扫一下印象的这个二维码 验证一下身份 复制一下生成的这个小程序的密钥 再按一下我了解 确定并关闭 把这个密钥作为secret的值 小程序的ID号跟密钥是比较敏感的信息 不应该直接包含在应用的代码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它放在 应用的环境变量的那个文件里面 可以复制一下这个appID的值 然后在应用里面 我们可以去找到根目录下面的 这个.env这个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变量 名字叫做wx-app-id 它的值就是刚才我们复制的那个小程序的ID 下面再添加一个wx-app-secret 回过来再去复制一下小程序的这个密钥 让它作为wx-app-secret的值 然后找到应用的配置 我的项目的配置文件是在config这个目录的下面 打开这个application.php 找到这个.env required 在这个数组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wx-app-id 还有一个wx-app-secret 再保存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个get微信 session方法里面 app-id的值我们可以去 让它等于环境变量文件里面的wx-app-id的值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下env这个方法 方法里面添加一个wx-app-id secret的值让它等于env wx-app-secret